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陕西生活的北京姑娘索曹月 今天呢我要去我婆婆呢 她说做了脚团 让我们过去吃午饭 这是我侄子 可乐 不愁了 帮你去扭 面团越来越稠 搅起来会很吃力 搅一会儿手就酸了 所以换人轮流搅 我现在帮忙炒一下这个配菜 韭菜 还有豆腐 脚团已经做好了 你们看 这一锅像不像小时候切窗帘用的浆糊 做好了 先尝尝 这个是热脚团 可以嚼着吃 陕西人一般吃脚团 像我老公一家他们都建议我 是直接吞着吃 但是我呢 没有这种习惯 我们一般吃东西还是要嚼着吃 所以我是嚼着吃的 让他嚼着一下感觉还可以 配上一些菜 然后里面放一些辣椒油 还有醋汁 这个有点像那种酱酱的面糊 没吃过的人可能会吃不习惯 嚼着吃会有点黏牙 因为现在是热的 蘸一点这个辣椒和醋 不过他妈 年底下热了他妈也是 不过他妈也是 不过他妈也是 不过他妈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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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给我 不要 吃了 不过吃不着的话 剩下给我 吃完饭了 我跟大伟就回家工作 婆婆现在跟老公弟弟一块住 老公弟弟的孩子比较小 所以这两年公婆在帮他们带孩子 他弟弟和我们买在一个小区 所以平时走动挺方便的 婆婆每次做了这种陕西的家乡的美食 他就叫大伟过去吃 大伟是特别喜欢吃这种 我呢吃了好多年也吃习惯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是苏小月 感谢观看 明天见